HELLO,大家好,我是Angel小琪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夏日元气活力淡妆 大家看到我的右半边脸这边是素颜的 然后这边呢是我完妆的样子 嗯,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我用的是这个KATE的15秒幻化粉底液 然后我先挤在手背上 然后直接点在脸上 然后今天我用的是这个海绵刷 然后直接把它刷开 这款KATE粉底液其实它的这个质地还 虽然是粉底液但我自己感觉还挺轻薄的 然后它就是涂它就是因为我还是有点小懒 因为涂它是不用定妆粉的上 所以嗯,就是挺方便的吧 然后这样就OK啦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上这个Cyber Color的这个三色眉粉 然后我先用这个眉刷刷掉眉毛上的粉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中间这个颜色 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是活力淡妆嘛 所以就是眉毛呢就稍微小一点点 因为平时我都喜欢画一字眉 也是从眉尾眉峰这个地方 然后往前画 然后再拿我们这个细的这一头 稍微修一下眉形 基本上两边对称差不多就可以了 有时候我还是有点强迫症 再多补几下 然后就OK啦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上眼影 眼影我用的是这个爱莉小屋的限量六色眼影盘 我超爱它的颜色 就是这种眉粉 然后这种棕,骨头棕 就是都常用到的颜色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然后就用这个 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刷头的眼影刷 先刷这个 淺粉色 这个 这个 就这样刷你整个眼窝都刷到了 接下来呢再用这种 暈染的眼影刷 我们占这个 最右边这个 浅的棕色吧 它有一点偏橘 抖掉一点粉 从你的眼尾这边往前画 因为我觉得夏天这种提气色啊 看上去比较有元气活力的颜色 就是这种偏橘色一点 我觉得会 好像比较 感觉有活力 这样就把它 非常自然的晕开了 那晕开了之后呢 我们要用一个这种刷头 稍微松散 然后偏大一点的这种眼影刷 就是来 晕开我们这个 刚画的眼影和我们上面这个 靠眉骨这个地方眼皮的这个 眼影的界线要把它晕开 不然就会觉得好像 你就是画了一个眼影 然后很明显 这样就不好看太死板了 就稍微这样晕开一下 然后接下来 再用这种 稍微扁一点的这种 眼影刷 画我们的下眼影 也是沾这个 最浅的 刚刚最浅的这个 浅棕色 沾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开始画这个内眼线 然后就把你的上眼皮这样 提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在画外眼线 那因为是淡妆的原因呢 我就不用那个眼线液笔来画 不然就会觉得太死板了 那我还是用这个眼影盘里面的颜色 那我用的是这个最深的这个深 深咔色吧应该算 就来 然后用这个非常细的这个眼线刷 来沾着它 从眼尾开始 就把这个眼影粉当眼线 用 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 稍微扁一点的刷子 来上我们的下眼线 来上我们的下眼线 我们也是用这个 稍微偏浅一点点的这个棕色 来上我们的下眼线 后眼角的这个地方也不要放过 也要涂一下 不然就好像断了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一个这种 比较普通大小的这种 扁一点的眼影刷 来刷什么呢 沾这个最亮的这个 好像有点闪片的这个 粉白色 沾一点 涂在我们的眼中的这个地方 做一个提亮 因为如果不涂它的话 好像你的眼妆看上去就没有那么有神 特别是在 你眨眼之间这个时候 你的那个眼睛就会显得特别的漂亮 你就涂在中间就OK了 不要满眼睛都去涂 不然就太恐怖了 然后呢我们再依然是用这个 带闪粉的这个浅粉色 来画我们的卧蚕的地方做一个提亮 然后画卧蚕呢 如果卧蚕不是很明显的女生呢 你可以这样笑一点 然后你眼睛这个鼓起来的地方 就是你卧蚕的地方 卧蚕不要你全部 一条全部都上 你就上到大概 一半或者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就OK了 然后眼头也要上一点 然后我们眼妆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打鼻影 鼻影的话我用的还是这个 Canmake的 用这种斜角一点的刷子 来刷你的鼻影会比较方便 记得你山根的地方也要打上一点 这样才自然 然后两边也要 这个边杖也要来一点 下巴也有 下巴也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上这个高光 就用它里面本身自带的刷子 上这个鼻子的高光 好 。 顴方 然后下巴 在就是眉骨的地方 这里 这个空隙这里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上高光呢 是因为就是 这样可以让你的五官更突出一点 就好像外国人他的眼窝很深 是凹进去的 然后他的眉骨是突出来 那突出来的地方就是亮的地方 那我们亚洲人的这个五官 还是稍微平一点 那我们就为了有那个 稍微就是立体的五官的效果 我们就突在眉骨这个地方 让它突出来一点 这样看上去就比较好看 然后还有我们的 这个肋沟这个地方也要提一点 用法令纹 接下来我们就来上腮红 腮红用的是这个 Lady King的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这样沾一点 抖掉鱼粉 然后笑起来的时候 你的苹果肌这一块地方就上在这里 你就画圈 因为今天是想要元气活力的妆容 那么就显得稍微比较可爱一点嘛 那就画在苹果肌这一块 然后这样就OK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修容 然后在大家修容记得就是在你的这个 颧骨这一块大家能够摸得到 然后你就是在你的颧骨的下面这一块 有个凹的地方 你就涂在这里 然后再就是你的下巴这一块 腮帮到下巴这一块 然后两条你涂完之后就开始这样 把它两道这样晕开 晕开就会自然一些 然后稍微带到上面来一点 觉得想要修的地方你就刷到上面 好 这样就OK了 其实很快很方便 其实化妆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 然后也非常 就是你上手了之后 就是觉得它是一件很简单 然后好像可以瞬间让自己漂亮很多的一个方法 然后接下来我用的这个唇膏呢 就口红是这一款 上面字好像已经磨掉了 它好像叫Mood Matter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开架品牌 然后它是很神奇的那个变色唇膏 它又持久 然后又保湿 然后又是我想要的颜色 因为它这个大家看到它是这个橘色 对不对 其实它你涂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慢慢看到我的嘴巴变色 我涂给大家看一下 看有没有看它好像越来越深了颜色 就是你想要淡的时候呢 你就涂一层就好了 然后你想要深呢 你就多涂几层 而且它非常的保湿不干的那一种 然后超持久的 我入了它四个颜色 它好像还有 有七八个颜色吧 这一款颜色是我夏天最爱用的 因为它是那种橘粉色 就是珊瑚粉橘这种感觉 就是也是很提气色的颜色吧 然后这个妆容就OK啦 我就把我自己头发弄一弄 那今天的这个夏日元气活力淡妆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建议或意见 欢迎大家可以来加我的微博 然后跟我来交流探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